现在只要再增温 可能就是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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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想到大陆有个地方叫千岛湖 以前是山 现在是岛 那你就知道 当然那个是人工造成的 是个水户 那个城都全部被淹没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个天然也造成 我们所有的城市变成以后的水下的城市 那么刚才四个模式 我还想回来请教我们 李博士您讲一下吧 对 他这个是一个科学 就是IPC这个科学机构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评估的结果有四个模式 人类你可以选择的发展模式 然后他把这个发展模式是分为说 一个是全球的一个 照现在的经济这样在发展 一个是比较属于让区域性的发展而已 其他不要让它发展 有一个模式是说 你不但经济发展 而且你重视全球的经济化 也重视永续发展 就重视环境保护 一个是比较属于区域发展 那区域重视环境保护 那么在这四个模式里面 就只有唯有全球 重视环境保护 才有可能控制 温度在这两度C以下 对 换言之其他模式 都不是未来的一个解决 都不是未来我们要走的一个路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也因为做了这些评估 那么贡献很大 所以在2007年08年就得到这个IPC的主席 跟高尔就同时得到这个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科学性的研究也引导了全球的一些政策 还有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个知识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所以每一次都要看看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 然后让各国来说思考要怎么做 我另外补充 对于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 除了刚刚我们理事长跟朱比所提到的 其实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健康问题 因为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疾病 很多都是因为你的生态失衡 像冰山龙节有很多病菌会从那边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生态失衡以后很多病菌克制不了 它会出来 所以这些对我们的健康 那么会遭受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所以这个部分除了健康生态粮食跟水以外 另外就是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生物的多样性 也可能会因此没有办法去做维护 那这些都是我们所担心的 所以今天观众可以听到的 不只是你在email或者包装杂志看到 也可以听到一些你可能之前没听到的 当然这些听到的听了你不一定喜欢听 因为听了有点恐怖 好不管怎么说 我们觉得世界节能减碳势必要行 而且地球是一个地球村 我想请教这个律师长 那么那么多国家加入到底公平性如何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地球村 那么这么样地球村势必是刚刚选项里面 好像是大家都应该要投入 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地球 那么你觉得在这样讨论 像刚刚说不会有结果 你觉得你的预期怎样 又这些公平性到底里面怎么玩 我个人因为 就是说因为绿建筑的关系 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其实大家 尤其世界各国 我们台湾其实绿建筑 我们的这个评估体系 是在全世界第四个国家 就开始发布出来 所以是非常早的 我们的意义就是说台湾我们学界政府民众对这些的意思是很早就那个 我即使很简单的给诸位看一下 你看我们包括室内设计产业 那他们也都在想 就是说即使你室内的装潢 也需要做到就是这个永续的这种创新 那这个永续的创新就是说你不断 即使你说室内装潢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他还要想到社会的创新 科技的创新 美学的创新 永续的创新 那这表示我们 其实台湾大家各阶层 即使你是个艺术家 你是一个那个做室内装潢 他们都会想到 我怎么样用最健康的材料 最环保的材料 来做室内的装潢 那当然外面的建筑 那个建筑师也老早 我们台湾已经依求了很多 这个绿建筑的这个标章啊这些 所以大家都已经朝这方面走 这也可以带出来就是说 我们未来后京都 后这个 那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 我们台湾的产业 绿色经济会往这边挪移 那我们也可以 由这些工作减排以外 我们还有生存的空间 我们今天谈到台湾 台湾在这个国际间 不算是一个国家 最少现在联合国里面 到底这是在联合国 这个所以哥本哈根会 占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我们台湾对这个 刚才理事长所讲的 我们在这文明 就是绿人这文明的程度 到底如何 我们待会再进行讨论 先进一段广告 早早早 我失业了 怎么办 你是放假 不是失业 整天在家 别人会不会笑我 你可以做些你想做的事 充实自己 我没失业 不懂了 那你说话看 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我很难过 我不想讲 你可以向亲友开口 求助就有希望 向亲友开口 求助就有希望 那你不会实业 你 哈哈 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醒报现场 那么我是主持人聂建宗 刚才我们在探讨各本哈根会议 也谈到基地印度书之前的现象 和现在的现象 甚至谈到我们这个整个简单减探 整个世界现在的局势 那么以及对后来的影响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 绿人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其实在很早就已经有 news这些 所谓公布这样的一些 排弹的一些数字 那么我觉得台湾的确是一个 不错的文明国家 那么我们从这个小到 我常常在这个路边看到 只要有垃圾分类的 一些女孩子拿着它包包出来 它就是很分类的 因为它垃圾不乱丢 就把它的垃圾很分类的 桶子丢哪里 一般垃圾丢哪里 这样分类 在有些国家并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文明层 在这点是对的 可是重点是 这次Cominhagen这个会议 台湾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毕竟从某个角度 讲在整个政治上 联合国的角度讲 不是政治实体 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角度怎么样 又怎么样发挥影响 我想这个可以分很多层面来说 其实以我这个NGO的单位来看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政府 一直是表演一个非常适切的 就是说一个全球村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从来不再因为政治上的关系 或者怎么样 而认为我们不应该尽这份义务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注意 那所以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我们绿建筑的评估体系 我们这么早就做了 其实我们对自己节能减碳 跟我们对自己在全球中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们在经济体上 我们在很多产品的供应链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对这些产品 我们有尽这个义务 让这个产品 像现在每个产品都有碳足迹 慢慢尽到这个情况 那你每个东西生产 它的排碳量是多少 以后都会印在你的产品上面 那我们外销一部computer 你的碳排放是多少 都会写在上面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 其实是非常注意的 我相信对 台湾的确是个文明国家 我们有很多文明人 我们从这个绿建筑协会 理事长这样的人 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整个 这个不管在哪个产业把关 是在这个世界 最少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不过我这里刚好 我们李教授你刚好从那里回来 那么当然表示台湾有派台宝在那里 到底台湾在那里是一个国家角色 还是什么样一个身份 您说明一下 还有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我也很想请教就是公平性 在整个国家 在你所看到的这些国家 在角度之间 谁利谁弊 那么您说明一下 好是谢谢主持人 我想台湾 因为这是一个联合国会议 所以台湾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用一个正式的国家的名义 在这里面参与 所以我们长期都是用NGO的名义 特别是用工研院的这个NGO的 注册的名义那么去 那台湾呢基本上在这个议题上 其实是都一直保持着 很积极的态度 那么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积极 而且是做的也满多 但虽然说成效 那么其实是不太容易 很明显看到利己的 比如说简单举个例 台湾在1997年 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的 隔一年1998年5月 就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年会议 那么在2005年2月16号 京都议定书生效 那么台湾在同年的6月 举办了第二次全国年会议 那么为了要因应新的一个后京都 那么台湾在09年的6月 又举办了第三次的全国年会议 所以呢在我们过去 那么台湾对于要去进这个国际 就不容易